今日话题由历程贸易暂志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星期一的时候 一个叫做Ivan Boski的人去世了 87岁 Ivan Boski 如果这个名字我念出来 你觉得非常陌生的话 没有问题 听了这个节目 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但是我相信 还是有一些人听到这个名字 觉得叫做如雷贯耳 因为这个人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 也是美国华尔街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呼风唤雨 是翻天覆地的 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是二十世纪的 重要的经济罪犯 这个人 这个人他对贪婪 这个字有了全新的定义 这个人对贪婪的解释 勇载使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俄罗斯来的 犹太移民家庭的 后裔 他在华尔街 因为通过 非法的手段 包括 非法套利 内线交易 是大发奇才 他具体的操作 这个技术的方面 今天不讲了 因为那个就 偏离了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今天主要讲的是 贪婪二字 当他在 华尔街 大赚其前的时候 在八十年代 他的身价 已经是 将近十亿的时候 他被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或者叫伯克莱分校 请来 做毕业典礼的发言人 那是1986年 你想 Berkeley 商学院 多有名啊 请他来 足以证明 那个时候 他的地位 当然 大家 绝对不知道 马上 就会有一副手铐 等着他 马上 他将面临 巨额的罚款 和监狱当中的 坐牢的生活 这个人 昂首挺胸 来到了 UC Berkeley的 讲台上面 对下面的这些 年轻的学生 讲话 讲了 讲了 讲到半截 突然之间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各位 贪婪 是一件好事 我想把这个信息 传递给你们 一个人 他 可以贪婪的生活 而 问心 无愧 他说完这就好 以后 下面的人可能停了一两秒钟 先是笑 接下来雷鸣般的掌声 因为他颠覆了一个观念 在我们人类 不管是哪种语言的词语当中 很多的词汇 是带有色彩的 你可以把它的色彩改变 你比如说鼓吹 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 这个坏字 反动派 什么 鼓吹 什么 但是你再看 再早一点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谁谁谁 鼓吹革命 鼓吹进步 是可以的 所以很多词汇 它是带有感情 或者是带有道德色彩的 贪婪 在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是个坏的字 但是那一次的演讲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造成了好莱坞电影的 一句经典的台词 因为后来 好莱坞电影导演 Oliver Stone 就是拍《乐战三部曲》的那一位 就拍了一个电影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 Wall Street 华尔街 由Michael Douglas主演 Michael Douglas 演的就是 他演的就是 去世这个Bosky这个人物 在电影当中 他叫Gordon Gecko Gecko是一种爬虫 Gordon Gecko 他就是通过内线交易 来买卖公司 来大谋其力 有一个造纸厂 叫做泰尔达造纸厂 就是在 我是说电影 在电影里面 Michael Douglas 去接管的时候呢 他留下了 电影史上的 著名的台词 而且让Bosky 和这个电影 包括Michael Douglas 本人的表演 都变成了 经典 为了让大家明白 这个台词呢 我一反以前的做法 我先把中文告诉你 大概就是个 二十两秒钟吧 然后让你听 整个的英文的全文 最好 请你背下来 他是这么说的 Michael Douglas 英俊啊 那个年代啊 大背头啊 油光正亮 一个大的 这个投资家的姿态 站在那儿 两眼 是胸胸有神 他说 但是他这个 胸胸有神当中 带了那么一丝丝的邪恶 他是这么说的 他站在那个造纸厂 那个厂房里面 女士们 先生们 我要说的是 贪婪 我暂时找不到 更好的词汇 是好事 贪婪是对的 贪婪是有用的 贪婪 最好地澄清了 阐明了 和抓住了 进化的精神 贪婪 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 贪婪生活 贪婪金钱 贪婪爱情 贪婪知识 都促成人类的发展 请你们记住我的话 贪婪 不光能拯救你们这个 泰尔达造纸厂 他也能拯救 另外一个管理不善的公司 那个公司的名字 叫美国 请大家欣赏下面这一个台词 The point i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 Greed is right Greed works Greed clarifies cuts through and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the evolutionary spirit Greed in all of its forms Greed for life for money for love knowledge has marked upward surge of mankind and greed you mark my words will not only save Teldar paper but that other malfunctioning corporation called the USA thank you very much 说的叫做 振振有词 是掷地有声啊 但是 实际呢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这个人呢 是一个 经济要犯 那么说到这儿呢 就介绍一下 Bosky Bosky这个人啊 说话真的不得了 他13岁的时候 根本没有可能拿到驾照 就开着一个卡车 满街卖冰淇淋 你从这一点 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孩子13岁 有哪一个 敢做这样的事 有哪一个 敢想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等他 慢慢慢慢的 进入到了 这个金融界以后啊 他做的是 他是怎么玩的呢 他在股票市场 这个人是个疯子 他每天 睡觉 绝对不超过 三个小时 他前面放了 160支电话 在那个 交易的市场上面 和各种各样的 荧幕 然后呢 他就 疯狂的 工作 同时 大量的 非常慷慨的 花钱 去买那个 内线的消息 主要就是 公司和公司之间的 兼并 你知道吗 这种信息 不得了啊 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 一个A公司 要买B公司 而且这都是很大的交易的话 你就会 你能获得这个信息的话 那你在投资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 钱还没下去之前 你就知道 我这钱就稳赚了 然后呢 他有两个外号 一个叫猪 一个叫做 伊凡雷蒂 伊凡雷蒂 咱们是 俄罗斯大公和沙皇 咱们一会儿再讲这个事 说他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从早到晚喝咖啡 几乎不吃饭 但是他到餐厅 他奢侈了什么程度 拿那菜单 不看啊 就跟服务员说 你这个菜单上 所有的菜上 甜点 所有的 全上 上来了以后 他 这个拿了一口 那个拿了一口 两三口 付钱 转身走了 今日话题 由历程贸易暂志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1986年9月16号 有一个 犹太巨父 在纽约的赫德逊和尚 给他13岁的儿子 过成人礼 我们知道 犹太人的男孩子 在13岁的时候 要过一个叫 Bal Mitzvah Bal Mitzvah 就是说 从这一天开始 你就成人了 那这个 在犹太的文化当中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那是精心的策划 有非常强的仪式 先干什么 后干什么 穿什么衣服 拿什么书 站在哪里 这是很大的一个事 而这一位犹太人 那Gerald Garderman 为了给自己13岁的儿子 过这个成年礼 把一个豪华游轮 伊丽莎白二号 全都包下来了 一百万美元 这是1986年的 一百万美元 上面请了 一千多个来宾 有著名的乐队 在那演唱 有小丑 当然 还有你可以想象的美食 在来宾当中 有一个 就是今天介绍的 Ivan Boski 这个船 启程了 缓缓地向大西洋驶去 Boski没有啊 大家都说 这这么重要的一个客人 咱都是犹太人 这个人呢 这个主人不好意思 这Boski呀 说他误了船了 他没赶上 那算了吧 那他没赶上 就别来了吧 只能这样吧 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天上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 轰鸣而至 打打打打打 这个螺旋桨 然后 一架直升飞机 缓缓地从天上 降落到 这个船上的一个 空的地方 Ivan Boski 穿着礼服 戴着领结 以 007的姿态 从飞机上走下来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两个原因 第一 从那天以后 没有人再记得 那个13岁孩子的 成人礼了 风头全被 这家伙给抢尽了 这就代表一个人的性格 什么误了船了 那都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弄这架直升飞机 他就是要抢这个风头 他要跟那个13岁的孩子 抢这个风头 这个是1986年9月16号 9月17号 手铐就戴上了 联邦调查人员 说你两个选择 一个是 走吧 进监狱 再一个 配合一下 减刑 这个人说我配合 配合什么 给你身上装上窃听器 你去窃听另一个人 Michael Milken 这个Milken 是叫做垃圾债券大王 他跟Bosky两个人联手不知道在用非法的手段赚了多少钱 后来对Bosky判刑是三年罚款一亿 这可是1980年代啊 而对这个Milken的罚款是六亿美元啊 谁把Bosky给抓住的呢 这个人现在大家还记得 他当时是美国联邦检查官 他的名字叫Rudolph Giuliani 他就是川普的现在后来的私人律师 叫朱利安尼 也做过纽约的市长 也叫911市长的朱利安尼 他当时在做联邦检查官的时候 就破获了这个案子 把Bosky绳之以法 Michael Milken被判重刑 罚款六亿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 被另一个跟川普有关系的人 给特赦了 这个人就叫川普 在2020年他即将离开白宫之前呢 他就把Milken给特赦了 他特赦的原因是 说这个人是一个不得了的人 他对癌症的研究 做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他捐款吧 所以这个就是Bosky的故事 以及这个人在20世纪 他所产生的影响 和对好莱坞电影 留下的那个经典的对话的背景